带套和不带套的区别 很多男性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都不喜欢带套,因为带套会让男性的紧实感得到降低,也有的男性任务带套会影响到性生活的质量,如果男性在不想要孩子的情况下,最好是在性交的时候带套,这样才可以提高安全性,同时也可以预防一些性病的传播。 带套和不带套的区别不是很大,所以男性们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,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带套和不带套的区别吧。 气氛区别 带避孕套的过程比较麻烦,要等阴晶完全勃起之后再带套,就好比前戏进行到一半,正叙事带发的时候,中间还要去拿套套,再带上,制造好的气氛和感觉都会减半了。 安全区别 带避孕套是一种最安全的避孕方法,如果不带避孕套而改用吃避孕药的话,长期下来对女性身体有很大的伤害,而且避孕套还能阻隔细菌和病毒的进入,更加卫生健康。 滋润度 滋润度区别 避孕套上面一般都有一层润滑油,如果你在没戴套鞋比较干色的情况下进入的话,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会觉得痛,而戴上避孕套就不会有这个困扰。 滋润度区别 感受是差异不大的,可是心理上感受两人之间有了间隔,戴个机感受太假,男女都不舒畅,和自个的爱人当然是肉肉的磕碰才会身心都舒畅了。 套子,仅仅得瓢可用的,咱们底子就用不着,戴的话总感受还有一层隔壳,不戴的话才是百分之百的附件隔触摸,戴的话无法冰针感受到温度和力度,并且戴的话很费事的好吗? 忠心还要去拿梯梯,再戴上,制作好的情形和感受都会折断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